下面我们请中国明年副主席李星花女士发言 很高兴啊 我们这么多好朋友 少年好朋友 也32年前 因此我们这第二次见面挺好 那个我代表这个明年很发言 就是很简单 中共等于是执政四十几年来 就我属于政治运动五十六次 这五十六次的政治运动都忍着了 然后就属于头杀人 现在我们在海外这么多年 当我们代表中国明年的话 也才能在海外的文学生 你像胡平 胡大海 这些小民 他们都很早以前有到国外的文学 参与这个同志的一个县国 从美国的县城运动 我觉得因为这些问题 还应该继续发扬光大 我最近在这个Clubhouse 就是新的一个文件 里边就是经常有这个 有那个专题演讲的 那个徐老师的讲 我们大部分讲的都讲过 但是这个阵地挺棒的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 都有这样的机会去宣传 而且我觉得在Clubhouse里面 还有很多是他们来的 单独来的 不单是他们是需要 就是一种希望 国外的一些东西 但是他们我觉得 这有一大部分人 是真的想了解海外的这些 就是有这些 就是进步思想吧 或者是说 就是对中共看法 认识很清楚的 他们特别想 愿意得到这状态的信心 而且非常愿意跟你们互动 但是他们用的名是网名 那其实真正的 他们那些乐团 我特别希望 你们在座能发言的人 在海外的人 能多讲一点 尤其是对中共的这个 揭入中共 尤其是最近的 习近平上台了以后 这些国家都是不断的 就是这些所谓异议人士 受到更严厉的打压 不断的包括 过德纳内部的人 人类当中 所以有发现了任何的 意义的声音的话 他们都会给你打入 牢狱里边 所以限制他们的自由 我也希望我们这些人 都是发挥自己的能量 尽量能发言发言 能有写能量写的一张 我是喜欢爱说话 所有道理 我对这个 就是克拉伯好说 我是挺推荐大家去参与 所以这个 中共的执动 在等于是建党 100周年在这时候 我们也不能 让它好好地过去 我们要真正正在谈谈 现在 一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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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